对我们肾脏危害最大的三种因素 都可以因为低碳水饮食而得到避免 大家好,我是青蛙大叔 肾病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之一 在美国呢,有三分之一的糖尿病人都同时患有肾病 所以爱护我们的肾,这个重要性不用我多说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有七种对我们肾有害的因素 我们倒数开始 那么第七位的就是含有高草酸的这个食物或者饮料 因为富含草酸的食物吃进去以后 这个草酸可以跟钙相结合,形成草酸钙 草酸钙是形成我们肾结石或者尿路结石的主要原因 草酸含量高的主要是一些蔬菜,像是线菜和菠菜 第六位是酗酒 如果长期大量的饮酒,对肾脏是非常不好的 第五位是吸烟,长期吸烟也不好 香烟中的尼古丁对肾脏是有害的 甚至能够引起肾脏的急性损伤 第四位是长期服用抗炎的药物 如果有个头疼脑热的,医生常会开一些叫做非肋骨醇的抗炎药 是可以缓解和减轻疼痛的 像我们常见的阿斯匹林,布诺芬,奈普森,都是这一类的药物 偶尔使用对症治病,这个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如果长期的服用,天天用,月月用,年年用 那么这个的话呢,对肾脏就有比较大的危害了 试药三分毒,对肾脏的话呢,如果长期经受这样药物的影响 那么是会引起它的失常的 第三位是高血压 高血压跟肾脏病是互相影响的 肾功能失常也会引起高血压 高血压反过来也会引起肾病 因为高血压会伤害血管,导致血管硬化 就会导致肾脏功血不足 这就会导致肾脏病变,或者呢会加速已有的损伤 如果是已经患有糖尿病肾病的话 那么高血压就会加速这种肾病的这个恶化 排第二位的是高胰岛素血症 高胰岛素血症一般都是胰岛素抵抗造成的 也就是说我们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 身体必须要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降低血糖 但是呢,体内过多的胰岛素就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 也会引起肾脏的病变 血浆胰岛素升高会提升血盖的水平 这个的话会引起肾结石 而胰岛素抵抗则会升高肾衰竭的风险 即使在血糖水平正常的情况下 胰岛素抵抗也会引起肾衰竭 胰岛素抵抗越严重,肾衰竭的风险就越高 最后排第一位的对肾脏危害最大的是高血糖 高血糖会影响微循环 长期高血糖会影响肾脏血管和过滤单位 而且高血糖对肾脏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十年才会发现 因为早期的肾脏损伤是不容易被发掘的 高血糖也会引发胰岛素的过多分泌 久而久之就造成胰岛素抵抗 这个的话呢,也是第二位的原因 也就是胰岛素抵抗和高胰岛素血症也都是会引起肾病的 包括肾结石和肾衰竭 然后高血压也几乎都是由于胰岛素抵抗引起的 根源仍然是高血糖 所以呢,要爱护我们的肾 首先呢,要从降低血糖做起 血糖的主要来源当然是碳水化合物 所以的话呢,低碳水饮食是爱护我们肾脏的最好办法 低碳水饮食加上补充矿物质钾 不但可以避免高血糖 也可以缓解胰岛素抵抗 也可以缓解高血压 对我们肾脏危害最大的三种因素 都可以因为低碳水饮食而得到避免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跟着青华大叔随心所欲 轻松空膛